另一个消息是在台东地区 连续举办10年的关山萝卜祭 在2月6号早上9点要开拔了 地点是在关山这德高里的德高国小附近 沿途会有旗帜标示 拔萝卜的活动是不用报名的现场就可以参加 欢迎花莲乡亲朋友也可以去拔萝卜 连续举办10年的关山萝卜祭 即将在明天也就是2月6号早上9点开拔 拔萝卜活动不用报名现场即可参加 我们拔萝卜地点跟去年一样 在德高国小往东 大概500公尺往左转 就可以看到有3公顷左右的萝卜园 让所有的乡亲好朋友都能够体验 关山最后一场的拔萝卜 今年的萝卜也生长得还不错 我想可以让大家很尽心的去体验 关山正宫所谓推广萝卜文化 每年都会举办关山萝卜祭 今年也不例外 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活动 更了解关山客家文化 而来参加的民众 只要购买手套以及袋子就能参加 拔多少都能带回家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记者陈恩如 关山正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